乌克兰宣布修复东北地区的大片尸土 包括重要战略枢纽19母 总参谋部11日更指称 俄罗斯军队已放弃位于卢干斯克区的斯瓦托夫镇 并带着搜刮而来的战利品逃窜 而之所以能够过得这样的战果 乌克兰特种部队新闻官分析 是因为筹备了数个月的特殊假消息行动奏销 先前乌克兰大肆宣传要夺回乌南 目的其实是要分散俄国注意力 以便东北方的军队发起反攻 纽约时报则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 指出美方提供的情报有效协助乌克兰进攻 不过成功的关键仍在于乌军升东几西的战术 升东几西目前是一个战略上的评估 因为早前乌克兰它的确是集结主要部队 在南方要向克里米亚方向发动反攻 它的主要用意当然是重新稳固住出海口 那这也获得国际的支持 毕竟乌克兰是一个世界粮仓 如果它可以稳定住出海口 那对于就是世界的这粮食供应 就会比较稳定 也有助于就是政治跟经济秩序的恢复 可是不要忘记 当时乌克兰在中部 也有集结一支庞大部队 它本来是用意是说要先守住 接着就是它可能是发现 俄国它的部队有松动的情况 所以中部的这个就是守备部队 也向前推进 也就是向东发动攻击 那就变成一个情形的攻势 那果然就获得了相当的一个成果 乌克兰军队以闪电般的速度 在短短几天内就夺回 至少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另一方面日前传出 俄军中将切西沃伊被俘 是俄罗斯自二战以来 被俘的最高阶军官 似乎也曝露出俄军的重大危机 这都象征俄国它在乌克兰战场 恐怕是遭遇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困难 包括补给线被截断 然后前线部队的士气不佳 原来就是西部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 他在指挥所之内都无法确保 自己的这个阵地而遭到俘虏 美联社指出乌军能在短短数日内 收复俄军九宫后才夺下的战略城镇 伤险西方国家军员的武器 发挥了极大受用 而海马斯火箭先行攻击 俄军前线据点与补给线 更是这场反攻的关键之一 最重要的还是美军的武器 除了海马斯它是一个战场的 一个炮兵火箭之外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这个资源的 这个F乖乖乖的这个榴弹炮 还有就是其他法国资源的 这个自走炮等等都发现很好效果 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神舰炮弹 也就是155公里的这个神舰炮弹 它的命中精度只有大概在 两公尺左右的误差 也就是这个神舰炮弹 它可以适用于所有北约的 这种自走炮跟榴弹炮 那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是提供了这个乌克兰 大概在50公里的打击半斤之内 可以很精准的去标定个目标 同时做手术式的攻击 这一点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虽然俄国将撤军行动 解释成重新集结部队 以加强盾内刺客前线的攻势 但苏紫源认为 俄军策略性重整的可能性不高 而乌军在东部传来捷报告 下一个收复的重点将会摆在南部战线 目前乌克兰它的战略 也是一个高度的弹性 对它来讲向前进一寸一公分 都是它光复师徒 所以它现在就是在目前的兵力 还有就是西方持续支援的情况下 它在向前进大概在100公里的范围内 应该都还可以很充裕的获得补给 所以它的就是这个秋季公事 目前看起来还是以那个克里米亚为主 因为这也符合就是国际间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期待 毕竟那边是乌克兰对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那这也符合那个乌克兰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战略目标 专家也分析 若俄军的士气持续低迷且战术仍未见调整 那么泽伦斯基日前在克里米亚高峰会 提出要将领土恢复到独立支出的目标 就有可能提早达成 据住黄信亚采访报道